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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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属于高峰期了 我可以问一下就是这个记录在全总工有人打破过你这个记录吗 没有 三百多场这个频率确实是已经非常高频了 对于演员来说 是的 那个时候刚获奖嘛 所以全国各地邀请啊 这个就这个档期排的就是满满的 对对对 就我们所知啊 其实您是15岁就进入了这个专业的歌舞团开始从事工作 15岁应该还是一个初高中生的一个年纪对吧 对对对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音缘巧合 使你从一个初高中生一下子跨入到了一个专业的演出团体 这边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特别的也巧 就是这个本系歌舞团当时呢 就到我们团去招生 需要一批小的苗子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让我们去去就是参加考试选拔 然后呢我当时并没有想去选拔 我觉得我呢一个是我还小年龄还小 声音呢听大人们说那时候没有变吗 没有变吧 我说我这个声音就大直嗓子 对自己还有一点不自信是吧 对对对 我说我嗓子虽然好 但是但是不一定能符合这个专业的 对对对 那个美声的当时都是唱美声的那种声音 我说还不成熟 我就不敢没有去表现 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老师啊 还有同学们就就是就推着推着我 说的哎呀我们陪你去 我们陪你去就就就就拽着我 让我去 我就往后往后往后扫 就是那种 不想啊不想去尝试 对对对对 对然后呢就是没办法 他们就给我推到那些 考官面前 一个大教室 一下就给破门就给推进来了 推进来了呢挺尴尬的 后来我说我没想考试啊 说的那好吧 那那个那个我们学校因为有一个老师在那头 那你就给这个给这个舞蹈演员 那个给他 办唱 给他办唱 那个他唱的当时他跳舞是红星照我去战斗 哦 这在当年是很 就那个小小猪牌 大家可能都熟悉啊 对对对对 就让我唱那个 当时我说那行 那好 你办唱可以 就是不让我参加这个选拔就可以 对对对 然后呢他就开始在中间唱 然后我就给他这个 他就在中间开始表演 我就开始给他唱 唱完之后呢 那个那些老师就一直目光在看我 就是他家没有把注意关注在三家评选的这个舞蹈演员身上 对对对 反倒关注到你身上 他们就一直在看我 看我 然后刚一结束 他说你来 你到这来唱 你要把这首歌 这有点宣宾夺主了 看来 对对对 那问一个提案的话 就后来这个 当时你半唱 就唱这个小小猪牌 这个半唱的这个舞蹈演员 入选了吗 没有 遗憾到他没被选 其实在我看来是 他是成人之美 用他的这个舞蹈 把你这个唱歌 给更好地表现了 表现出来 所以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集中力啊 可能这个都在我身上了 是不是就没有去 没有关注他 多少 那我想 肯定当时的评委老师 还是应该是 被你的歌声所深深打动了 要不然的话 他们也可能 不会把这个舞蹈演员放弃了 最后挑了一个唱歌的演员 这15岁就进入了 这种专业歌舞团 对于当时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当时 哎呀 就觉得 这个 现在就从这么小呢 就开始进入到 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一个团体 原来我还在上 上初中嘛 对 然后呢 就开始 这个 像这个 前辈们吧 我们那个的时候 都是传帮带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模式 到这个团里呢 就是有专业的老师 声乐老师 专业的表演 这个导演 表演老师 也有导演 这个我们就拍 就参加了一些歌剧 因为那时候他要 他要招生 也是因为团里的 这个演出的阵容 这个需要 需要 那么就选择这个 因为那时候演的歌剧 都挺大的 对对对 江姐 小儿黑结婚 对 都是一些大型的歌剧 大型歌剧 对 需要唱的力量 特别的 非常的强 那其实正好 您在那里应该是 那几年应该是得到了 很高的锻炼 锻炼 一边学习 一边锻炼 对对对 所以从那时开始 正式的 正规的进行 声乐训练 就在那里边开始了 其实你的正 专业性的这种训练 其实从本系歌舞团 才开始起 对对对 之前其实 如果我们说句 那个比较开玩笑的话 属于之前 属于玩票性质 现在才开始进入 专业的学习领域 对对对 但是您其实成长很快 就我们所知 看到您的资料 是您84年 就进入到了这个 当时在北京的 谷建分声乐培训中心 对对对 当时谷建分老师 在中国的声乐界 就是整个歌唱界 应该属于泰斗级的人物了 就在当时 你能够考到这个地方 去做培训 是有什么故事吗 是怎么会想到 去考在这 再进一步的提高自己呢 那一次也是挺巧的 一个机缘 在这之前呢 我们团呢 就是我从进到这个歌舞团 就是演歌剧 那么我从83年呢 就开始担任独唱演员 那么小83年 那是您几岁 20 20出头 20出头就开始独唱演员 对对对 就开始担任独唱演员 挑大梁了 已经在歌舞团 因为那些年呢 有很多的就是基础 是演歌剧嘛 表演这块呢 还有就是声乐上 应该是我理解 应该当时您的成长和进步 应该是非常快的 对 因为20多岁就在一个歌舞团 日本系歌舞团这样 应该属于一个比较大的团了 对对对 就能够开始担当 这个独唱这个角色 对 应该是说明团里 其实对你这个艺术表达 应该是已经比较认可了 觉得你已经可以足够能承担这份重任了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 那个我就有一次机会 因为83年开始担任独唱演员呢 就开始就是 以前我们都是唱美声的 对 演歌剧吧 你也知道 都是美声 然后呢 就是从83年 就是全国都开始流行 这个流行 流行音乐 因为那个随着改革开放 就是香港的所谓港台音乐 已经开始逐步的 清音乐 对对对 然后有了当时我记得那时候 还有什么厌舞收音机 有那种卡带 对对对 很多小年轻的都已经开始 就更多的接收到 对对对 这些流行音乐了 对对对 那么 你们当时也有受到一些冲击的 就有一些 对对对 影响应该是吧 是是是 然后团里呢 就我呢 最小 谢谢那些歌唱演员们嘛 那个年龄都是在 28 9岁 30 30多岁 跟你比稍微有点比较大 对对对 所以呢 他们就是都不愿意改 改这种唱法 对 就是 其实是一个尝试和一个 一个冒险 对 因为对他们来说 已经唱习惯了 这么多年的时候 你让他贸然换一种唱法 可能对他来说也是一挑战 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就愿意 接受这种挑战呢 他说那个 反正就说 我的年龄小嘛 年轻 就是说可以 拿着麦克啊 原来在台上走来走去的 让他们刚开始的这种感觉 就是他说我们这个年龄大了 不合适这样 跟你比较合适 后来呢 果然呢 就是尝试 因为年龄小 也有一定的优势 就是 就是来改这些 或者是学 学一些新鲜的东西 比较容易 对 然后呢 我就当时就 就是唱了一些邓丽君的呀 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唱 对对对 就开始 就是由那种美声唱法 对 变成这个 这个通俗流行的这种唱法 气声 用了很多的气声这种来 来就模仿邓丽君开始 对 然后呢 就是在台上啊 确实是也很受欢迎 对对 那个就是 原来我 观众的反应也非常好 对对对 原来开始的时候呢 独唱呢 唱一些歌子 就墨西哥的那些歌子啊 月亮颂啊 对对 我还唱这些呢 后来慢慢慢慢逐渐呢 就是改成这些流行歌曲了 当时观众也特别的受欢迎啊 就是受观众的欢迎 当时确实是演出 就是由两首歌变成四首歌 四首歌不行 六首歌 就是反场 越加越多的 对对对 就不断地反场 高峰期的时候 我唱了八首歌 一个人唱八首歌 对对 那这个是 七首八首这样 应该说对于观众 对你唱法 就是这种转换的 非常高的一个认可 对对对 是 原来没有准备那些 然后就再重唱一遍 我最后的反场的那个歌 再唱 然后呢 后来想 这个不行 得多 得多学一点 多准备一些的 对对对 然后呢 就开始 就是奠定了我的这个 流行唱法的基础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起步 对对对 流行唱法的基础 对 那个时候呢 就是学这个 邓丽君啊 许小凤啊 凤飞飞啊 什么 反正是一流行 什么流行的唱什么 没有自己的歌曲 对还没有自己的歌曲 然后 后来我应该说有自己的 后来呢 就是84年嘛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这个到这个北京 就是有一个人呢 就是说 哎 谷建芬老师 这个有一个海报 说正在招生 招生 说你要不要去试一试 那个 你去试一试吧 对 后来呢 我就想 反正我 我到北京 谁也不认识我 也不知道 对对对 反正我那个时候 在辽宁啊 在本西 已经小有名气了 我们那时候演歌剧的时候 就演小黑结婚 就曾经演白场 白场的在沈阳 在大连 在当地应该也属于 叫小有名气的艺术家 小有名气了 然后呢 我说在这个北京呢 我当时是来那个 看嗓子 其实是看嗓子 对对 找那个嗓音专家 刘振亚老师 看看嗓子 因为老常年的 这样的演出 一会儿 有时候还唱歌剧 有时候还唱 唱歌也蛮大的 对 就就就 我说嗓子那段 就是有点哑 不太舒服 后来来看 来看 哎 嗓子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就放心了 就是就是当时 有点水肿 有点 那个 那个咳嗽 然后后来呢 那个就说 到谷千芬那儿 那个叫声去试试吧 然后呢 那个我就 成功了 包括就抱着试试的 这个目的 我就去了 后来呢 我唱完之后 谷老师呢 就觉得 我的综合素质挺好的 就是还比较 就是全面 就是当时 说是一个很有可塑性的一个 一个歌手 然后呢 就是谷老师呢 那也没说 当时说 那就 那我对你目前的状态 还是比较满意 但是呢 这个全国招生 也是有很多的人 还要看一看 你先回去 可以 等一等 我们给你通知 你就来 那个就是这样 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就回去了 回去了呢 后来就是得到 那个谷老师的 这个 他这个培训中心的通知 就说来 可以来面试 或者是来那个什么 深刻 对 然后我呢 就 就来了 当时我就 什么都没想 然后呢 就 就来了 来了呢 团里那边也着急 也不放我嘛 对呀 反正我说 单纲的大梁 反正我呢 就是我觉得我啊 就是得需要提高 再提高和学习 需要学习 要不然 我就觉得 老师就是 还是这种状态 流行 就是学模仿啊 状态 那到谷建芬 这个班上呢 就不一样了 那个 确实他开设了 八门课程 八门课程 对 更系统和全面的 对 音乐基础 包括流行唱法 这种音乐基础 对 他就是有好多 就是 我当时的专业老师呢 这个声乐老师 请了金铁林老师 哦 金铁林老师 大名鼎鼎的 对 金铁林老师 然后那个文学课呢 是王健老师 就是那个词作家 对 王健 写了好多滚滚长江 对对 就是那个 三国演义的 三国演义的 对是 就是这个 好多都是他写的 所以可以说 在你们那一阶段的 培训班里 那个至少从师资阵容上来说 对 是配的相当强的 老师 对对对 都是当时应该是 最顶尖的词诀家 声乐家 对对对 对 使我们呢 就是增长了很多的见识 成长很快 对 然后呢 那个像英语啊 就是日语啊 都是外国语 当时还学英语和日语 对 英语日语 然后形体课 形体课 形体还有吉他 什么呢 出 就所以呢 我觉得在他这个班上 这个学习啊 得到的 不仅仅是声乐的提高 就是全面的 全方位的 我觉得从那时 我就 就是有了这么一个感受 就是声乐呢 它不是单纯的 不是指数 对 它是一个立体 立体性的 对对对 就是在全方位的 这个方面的提高 就是在你的声乐 理解和对这个表达上呢 就有很大的帮助 很大的感受提高 我知道在你们那一届 好像应该有不少 出名的师弟师妹们 对对对 后来就是 你看后来的 很多了 这个孙楠啊 毛艾敏啊 纳英啊 都是先后 我们进的这个班 都是一般形成 师兄弟的关系 对对对 那我知道就在这个学习之后呢 应该说到了 八七年 就是您不光有了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代表作 而且八七年就我们所知 在你身上发生了很多大事 就我们知道的 有这个上了春晚 有 八六年反正我获奖 八六年 八六年八七年获奖 对 然后还有调入了 正式调入了全总工的伦团 这三件事在这么多年 这么短时间发生 能跟我们讲讲是怎么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年份吗 对您来说 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八六年呢 我参加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第二届当时 第二届 对对对 然后第二届是开始分唱法 第二届开始分唱法 分了那个美声民俗通俗 对对对 然后这个分唱法以后呢 我们这届流行唱法等于第一届 对流行唱法是第一届 第一届的时候没有分唱法 美声民俗是 都在放在一起 在一个锅里比赛 对对对比赛 从第二届开始 从唱法上分了 对对对分唱法了 然后呢我就在那届大奖赛上呢 就是很很荣幸获得了这个第一名 获得第一名之后呢 这个参加了什么那个新年晚会 春节晚会 国庆晚会 就是各种的大型晚会 在当年全部参加了个遍 对 然后呢那个八七年一月份 就被调到全总盟团 我估计可能当时本期歌舞团 为这事应该是很伤脑筋 一个台柱子被抽走了 对后来还行 我们那市领导也 也就后来想通了 说为国家 苏红人才嘛 给国家苏红人才 就是说送苏红 要像送闺女出嫁那样 就是还是 哎呀我特别的感动 特别感动 还是很隆重的 毕竟是在那儿 曾经工作 站到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在那成长起来 从那开始走了 走入迈入了这个 专业演出团体的第一步 对对对 然后我知道其实有个差点就是 咱们你们那个第二届当时 好像还有一个名人比赛的 就是你是流行唱法的 对对对 民族唱法第一名 民族唱法是那个彭丽媛 所以你们是同一届 对对对 同一届的 他是民族唱法第一名 那你应该说就在这个艺术表达上 当时应该是得到了评委 但很高的认可 对吧 参加了春晚 然后又进了全总工 对 应该说从我们理解 你的演艺事业 从那个时候开始 应该是进入了一个 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对对对 可是就像刚刚我们 跟您聊的时候 您有提到 即便在你已经取得了 这么高的艺术成就的时候 你并没有忘记 你从哪来的 对对对 你反倒是拿出了很多的时间 去再做 因为全总工本身 它就有一部分的 演出任务是要下级层 对对对 您下级层这个频率 有点高好像 对 是的 那个我当时呢 当时啊 我获完奖之后呢 有很多文艺团体 包括部队文艺团体 要调我 要想叫我加入 加入对 但是呢 就是全总的领导啊 特别能说 又办得特别的快 就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呀 是跟别的团体 有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有一亿四千万职工 都是我们的观众群体 对对对 你想想这是什么数字啊 你说的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有有就是永远演不完的这个 这个 所以他们也需要最好的艺术家来加入 对对对对 当时我去的时候 我们团已经有葛优 葛优你知道 影帝 葛优 也还有那个相声演员 高英培 范真玉 这都是大家 还有就是唱 咱们工人有力量 那个唱 就是他的首唱 那个孙宝贵 孙宝贵 工人歌唱家 还有 反正等等吧 还有一些 也应该是能人汇聚啊 所以当时全国公团是 非常希望你的加入 应该是他们对你的这个 对年轻的一些 新生力量 那个 新生力量 注入嘛 对 就是给我调去了之后呢 然后确实是哈 这个让我 这个可以说 这个演出演的演个够 对 就是安排的特别的紧张 特别的多 我上最高场次说 一年大概跑了三百多场 我那年一下演了三百七十多场 这个记录在全总工 后来有人打破过吗 没有 从来没有过 因为那个 在这之前吧 团里也没有那么 那么密集的演出 由于我当时 刚刚这个大奖赛结束之后呢 就是影响很大嘛 影响 所以说谁都到我们团来 就是来邀请 都想请你去来唱 对 来邀请 不光我们团 还有外边呢 来邀请嘛 后来呢 就是我们团就给我安排的 这么 就特别满 对 我就没法就参加社会的一些演出了 然后呢 那个 这个 一亿四千万职工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 你想想 就天天去演 也演不过来 是吧 然后 那个时候呢 就 我也是一睁眼 就是被人 就是安排的这儿 那儿 我都不知道 没有我自己的生活了 我都不知道是一种 不知道那时候是能够那样 对于您来说 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状态 可能但是对于基层的广大的工人职工来说 对 能够有机会听到您演唱 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对对 后来那个 我就说我这是第一年 就是就是破了这个记录 就高峰了 就是这个演出高峰啊 我说 后来呢 好多人都 就问我 还有电视台也采访了 就说 哎 就是看不到 有时候那个 有些大型晚会 你都那个失去了 对 他们好像觉得机会是失去了 那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那个说你为什么 那个 那么就是对 那么多时间去做跑基层的这个工作 对对对 后来呢 这个 我就通过常年下基层的这个演出呢 我确实是有很深的感受 体会 就是这句 这个事吧 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能够表达出来的 能够说明白的 因为这个事确实是 说起来很简单 很容易 说我下基层啊 怎么怎么 为职工服务 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就是别人不理解 对 那么在我长期下这个基层的当中呢 我确实是有很多很多 值得我去这样付出 值得我去这样做的事 我经常是这个感动的吧 热烈盈眶 88年 是在那个太原 我们我经常说三九 我们就是在大庆 冻的最冷的地方 最冷的地方 零下三十八九度 甚至四十度的那个地方 演出 演出 然后那个哈气啊 整个都把这个脸呢 都都哈的全是白雾 都给就眉毛上啊 都都给都雾上了 都都都都看不清 我一眨眼睛眼毛刷刷的 全都都要冰块了 然后呢那个三福田 我们到最热的地方去演出 湖南武汉啊 然后那个那个都演过 都去就是最最最热的地方 我们因为排到那了 你必须得去 所以我们那年 就是88年的时候吧 那个十大金星评选 评选上我们那个 有刘欢 董文华 我还有就是一些 当当时最活跃的 艺术家 艺术家 就那时候地面温度哈 当时给我们报的是 地面温度50度 地面晒了 晒了一天 天气非常炎热 后来呢就说 这太热了 是不是这个艺术家受不了 要挪到四点吧 但是我们一看啊 这个这个观众 已经早都 已经十一点多钟 就拿着饭盒在那 就是就是就就在那吃饭 席地而坐 他们没有别的地方 有的那个树上啊 墙上全是爬的人 全是来看演出的 还有在大卡车上 全都是站的满满的人 然后呢 没有办法这些 中间这些空地 还算是好的 就留给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劳模 还有这些 这些 突出表现的 突出表现的职工代表 就他们就坐 席地而坐 都烫啊 真是 都烫 他们就把衣服 垫在底下 拿着饭盒吃 吃完了就在这等 就等演出 当时我们吧 就是后来就说 给我们再延迟延迟 再凉快一点 这样我们进去 后来我们一看 就是职工朋友们都做到那样 对对对 让他们在那煎熬 或者我们的这种感受 我说的 我们说就就就就正式开眼吧 对 那个别让再 客服困难 然后尽量让观众们 工人朋友们 不要再 对对对 在等待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当时的颁奖晚会 是在体育馆 是在剧场 就是在那颁奖晚会之后呢 我们就在现场 就是在第二天 就给 演出 工人朋友 给职工朋友们 一场 当时因为矿工嘛 给那个煤矿 煤矿 这个山西 不是煤矿 大煤矿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 给他们演一场 后来呢 就是在我们演员 确实也都挺自觉的 也都挺那个那什么 我们说不能再延期 不能再等了 不能再等了 大家就是 就这个时候 恨不得早一点 我们那个 哪怕是不化妆 哪怕那什么 我们也要 这个跟观众赶紧见面 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这种热情和淳朴 对 我是这样 也是这样想 后来呢 就是他们的主办方说 那行 那就两点开始吧 正常开始 结果呢 就是有的化了一半妆 有的化的什么 好了 我们也都 也都就是 就基本上准备好了吧 就说一起进到剧场 不是剧场 就是一起进到场地里 对 因为以前 我们在剧场演出的时候呢 我们在前边的那个演员 可以早化 先化妆 对对对 我们后边的呢 我们可以坐在那儿 慢慢就一直化到 就是上场 开始上台为止 那样就比较妆啊 比较新鲜 也就比较好嘛 对 状态什么的 后来说 这个大家都一起进去 这还是 真还是 可能对别的 这个演员来说 还是第一次 但是我已经是很习惯了 很习惯了 对对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个进去之后呢 观众嘛 特别的热情 怕晒 晒着我们呢 就 就是主动搭上人墙 就一字人墙 就像咱俩这样 把手伸开这样 然后就给我们打 就遮太阳 就这样 然后还有拿扇子给我们遮的 还有给我们那个扇的 然后我们就这样进去 进去 然后他们就 就看啊 这是谁来了 这是什么 蒋大威 然后什么什么 东方 什么航天旗 苏鸿到谁那儿了 他们就喊出来的名字 就喊我们的名字 最可爱的观众 特别的热情 给我们就是迎进去嘛 迎进去之后呢 给我们准备的 就是一个长条 像书桌似的 好 长条桌子 然后呢 那个把那个桌子里上 放的草帽 扇子 矿泉水 和这个 伞 就是给我们放的这些东西 那个眼镜 反正就是让我们 墨镜 草帽 对 草帽 这么几项东西 然后呢 那个 因为在那待两个小时 演员也像观众一样 在那坐两个小时 你以为你要出也出不去 那人都给呼满了 全堵了 然后呢 那个 其他的 完了 他们很热情的 就给我们 就都戴上了 眼镜什么的 后来我就想呢 我是全总共团的演员 我刚才说了 那些 以前的那些点点滴滴 细节太多了 感动的 不知道流泪 流过多少次了 所以我呢 我就想 我是全总的演员 我应该 大家都知道 我是全总的演员 那么我呢 就是要 跟他们的距离 不光是表现在 舞台上那一会儿 我想 然后我的这些言行 就要让他们感到 我是跟他们比较亲近的 是内心是相通的 所以我就坚持没带 另外他们的心情呢 就是想看到那个 更真实的看到 看到演员的这一面 所以呢 我想呢 因为我的感情和他们 不一样 他们不是全总共团的演员 所以我就 某种程度上 你是他们的娘家人 因为常年 常年下基层的这种 这种感受吧 感染 我就觉得 我应该这样做 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我没有把我当成一个 就是一个演员 我只是在台上的一个演员 所以我呢 当时我就没有戴草帽啊 眼镜啊 伞啊什么 我就让这样晒着吧 反正就是这种感受 其实对于演员来说 或对于尤其是女性来说 这种暴晒 其实对皮肤是有很大伤害 当时您知道 对吧 对我也知道 但是您还是选择了 要跟他们一样 对对对 你觉得你跟他们是 是是是 心相通的 心相通的 对对对 我当时唱的一首歌 掌声响起 最后的一首歌就是 歌声教会了你我的爱 因为是因为我们 给他们唱歌 他们喜欢我 不是因为我是别的 他们知道我喜欢我的 是因为 常年的这样交流 我的歌声就是我的言语 就是我的人 所以我再给他们 我觉得您 现在是用您的行动 就是您的 真诚的行动吧 表达了您是 怎么样看待您 这些观众的 您是想跟他们 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对对对 我想当时的现场的观众 应该一定也能 跟我现在一样 感受到您当时的行为 所带来的这种感动 对后来 在我上场的时候 全场 一下站起来 给我鼓掌 就是能够感受到 他们那个 明白您的心意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所以一切一切呢 都是有内心的交流的 不光是歌声的交流 所以那次我上台之后啊 他们就好几个观众主动 就上 给我打伞 给我打伞 然后那个 给我递水的 我说不用吧 后来呢 他们就 一个劲的让我 就是再唱 再唱 我那天也是 那么热的情况下 别人唱了一首 您唱了 我唱了五首 然后呢 所以如果大家说 群众的眼睛是血量的 实际上真的是 就是他们能感觉到 艺术家是怎么样 对待他们的 他们也会用他们的热情 去回馈他们的 对对对 他们真正喜欢的艺术家 是 所以我就说 就是在 这个上百场的演出当中 这样的事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三九天也是 到那个井上 就是那个 王晋喜的那个 大清油田 对对对 大清油田 所以那个 职工朋友们 也是特别普世 他们也是早早的 就坐地上 冰天雪地 冰天雪地的 冰冻的那么厚 那大冰 他们就 穿个大棉袄 就坐在地上 然后我们上去呢 给我们披的大衣 确实你披上大衣 蒙的越多 这个哈气越大 也都给他拿掉了 但是呢 有的时候就 像感冒了似的 马上就鼻垫就出来了 我不想出来了 他就马上出来 出来了 就被冻成两条 就是被冻冰了 就马上就冻冰了 可能我们很多人 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 并不能够完全想象到 您当时在演出场所的 那个 那个艰苦的条件 对对对 但是 正是有了这些 你们下级层这些演出 我觉得是您不光是在演艺 演唱着 就是在整个的艺术的造诣上 都有很大的提高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从 在这之后的 包括到进入21世 就是2003年 2008年 当时中国的两场比较大的一个事件 一个就是非典 一个是汶川地震 对 其实您都有您的身影 对 都有这种公益演出的身影 对 这个当时您是 没有考虑个人安危吗 或者就是 这个危不危险啊 是不是要值得去 因为那个时候 您其实应该已经是 比较知名的艺术家了 就是您可以不去 不参加这么危险的活动 对 当时我呢 小孩还特别小 才两岁 所以我 我那个时候就 也 确实我想可能有 更 更需要 更需要我们的人 我的孩子确实需要我 那时候 但是呢 我觉得那个 就是我们叫前线了 当时 对 我说前线呢 可能有更需要我们的人 那个我们只能作为精神的 鼓励和安慰 我们要把这个中央的 这个 就是这个温暖吧 就是那个 因为我们也算是 一个宣传 宣传员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 就是息息相关的 这些 老百姓的这些 这些 这些慰问和祝福 给他们 带给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就是 全国人民是 紧紧的 联系在一起的 对 所以我想可能 那一两首歌 在当时并不一定 能够起到什么样的 治疗或者是 对 保护让你能 肚子不饿 或者天气不冷 对 但是那种温暖 可能会让你在 很长一段时间 都可以 对 坚持着度过那段 痛苦的时光 对 因为我们是文艺工作者 我就一直说 文艺 这个你的生命的源泉 就是来自于 最基层的 是的 就也等于一次采风 一次采风 一次感受吧 对 而且我们知道 就最近这一两年 其实在 一些大兴网会上 比较少看见您的身影了 就是您其实更多是在 培养和挖掘新人 在做评委 对 那这方面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吗 反正这个因为在这个 从事这项工作时间长了嘛 所以好多的年轻的一些 一些要启蒙的一些这个演员们 就是艺术的好描的应该是 一些好描的就是来找到 找到我们有时候那个想让我们帮助 那个能够培训和提高一下呀 或者是哪些方面 那个需要改进啊 或者欠缺的 那个因为我们比较有经验嘛 在各方面能给予他们一些帮助 那么好多的学生就来找到 找到我们啊 有的也是朋友专家推荐 就是在花了很多的力气 我听说您在这个 传帮带和挖掘新人这方面 也没有做得多好 反正就是有一些像带一些孩子吧 他们现在参加一些大奖赛也获奖 在全国获奖啊 也挺好的 也就是替我们也完成了 就是我们未完成的一些 一些愿望的想法 因为其实艺术的东西 应该是代代相传的 就是他会通过您的这种教学 把您之前呢 在演出上获得的一些经验体会 无私地传给他们 他们也可以有很快的很快的成长 对对对是的 然后呢最近在做一些就是评委工作呀 对啊 像文化部的一些打赛文化奖啊 您不光是在一德一新 这个传帮带上面 包括这一德上面都给 年轻的这些艺术家 包括新一辈的这个 迈入这个演艺行业的这个人 树立了很好的一个榜样 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艺术家 能够跟您一样 就是不忘初心吧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艺术 把自己的表演 回馈给我们的社会 回馈给我们这些 最基层 最普通的老百姓和大众 那非常感谢您今天 到访我们的演播室 我们也很荣幸的 能够跟您一起讨论 分享了您这一路走过来 取得这些成就和 您的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 那我们期待呢 您以后再有机会 再次来做客我们演播室 我们希望下一次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更多的您的故事 好的 好的 感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收看 今天的主播会客室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